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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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干了好多事情 真的是好多事情都被我们做 然后我们现在最主要是我们凳子已经到了 然后呢我们的办事现在已经装了一半了 还在等着电子 然后这边的小的办事 我们已经有了 但是就先在这放一下 没有安嘛 因为我们靠背后做电还没到 所以说 虽然是今天来面试的人都放了我 都放了我鸽子 但是嘛 起码我今天也干了好多别的事情 看一看 今天我们这个酒吧 吧台或者什么 都已经装进去了 全部是不锈钢的 两天因为真的很心烦 因为店一直装不好嘛 有些人来了之后他看完了 然后觉得 哇 你们现在这么乱 什么时候能开啊 所以说 也走了几个我比较看好的员工吧 没办法 只有你自己强起来了 别人才会跟着你走 像我们现在这种 乱糟糟的样子 演绎 有些人当然是不相信我们了 因为我们就是一开始刚要做一个东西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东西比较新的时候 大家看不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肯定是要怀疑你的 所以说也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现在是争取赶快试菜 然后把我们这个外装都装好了之后 我觉得就会用很多人来看我们这个东西 然后包括招人啊面试啊 他们看到我们店 他们自然就回来 哇 看一下 因为我现在在量那个桌子的大小嘛 然后准备量我们圆桌嘛 因为还是因为 刚开始我们量完之后 我们的那个 就给我们做桌子的 把我们那个大小给弄没了嘛 所以说我现在也没有印象 然后我就自己画了一下 你看 我觉得如果是75的话 就直径是75的话 差不多是这么大的桌子 这么大桌子 如果做出来的话 差不多就是 放这些盘子 我觉得还有很多距离的 然后其实也是可以的 但是为了多省点空间吧 然后我又试了一下70的 其实70的也不错 如果我要把这个盘子都摆上的话 其实70的反而更紧凑一些 啊 这中间是我们放蜡烛的地方 所以说我觉得 呃 也许70的如果我们的碗盘都摆进去的话 再加上酒杯 呃 那个酒杯 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其实好像 70的也是可以的 你看 因为毕竟我们做的是小碟嘛 如果这样放12345 能放六个 然后再加上两个serve table 其实也可以的 卧槽 半尺来了 我要刚刚有时间拍一下 你看半尺总算来了 我操都要晕了 不行了 我操 2 2 1 你哥好久没来了 天天在哪混呢 肚子都起来了 这是你要的颜色吗 对啊 这是我要的颜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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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要粉呢 后来不是选了 选了 最后不是这个有色吗 我上那个什么 那哪那人去呢 那地儿 啊 总算弄完了 现在让那个安迪哥 先尝尝啊 几个菜啊 让他试一下 ok差不多 我们现在这边的半吃东西已经来了 差不多就是 你看 这个颜色配这个蓝色的凳子很漂亮 但是我们桌子下个星期就会装好 呃 那我就觉得 挺漂亮的 然后今天我和我们的厨师car也把所有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有了几道菜已经试的已经很不错了 然后 下个里外 我们还要试新菜 但是也希望吧 到时候我们到时候就真正烦恼的时候 我也会给大家公开一下 呃 一切都在计划中 也有很多不完美 也有很多失望 也有很多事情没有达标 但是呢 所有的事情也都不可能 十全十美 顺心如意 我觉得这就是创业的时候的一种心态 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因为有时候真的并不是说 所有东西都会向你朝着你想要的方向发展 有时候哪怕就是你很努力的时候 有些事情也会就是向你不好的地方发展 所以说还是要保持一个平常心 反正我现在已经被操练出来了嘛 也就这样 今天安迪哥来试了我几道菜 感觉都不错 反正小伙伴们给我们投币点赞加关注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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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